洋宅風水 其實以洋宅風水來講的話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聽過一句話就是 山管人丁 水管財 水就是跟財有關 水就是可以幫你招財 那我們在家裡既然講風生水期的話 我們家裡也可以布一個水局 我們要如何布水局呢 第一個建議大家可以在家裡的財位 或是極方位呢可以放上一個流水盆 有些人可能會養魚缸有沒有 那魚缸呢代表什麼 魚其實養的姿素當然也可以加分 但是如果你家裡不方便放魚缸 可能沒有時間餵它 但是呢你可以放一個有一個流水盆 那這個流水盆呢如果上面呢 有兩隻錦鯉的話呢當然更好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中國人都喜歡什麼 乘雙乘對 是 對那兩個錦鯉呢代表就是一個左右縫緣 也代表是一個太極的象徵 那可以幫你轉運的一個象徵 所以呢左右縫緣呢幫助你得心應手 做很多事情呢都會有很多的貴人來幫助你 那第二個呢如果說你找到這個流水盆呢 最重要是上面有一些有 荷花的圖騰或蓮花的圖騰 荷花就是蓮花 蓮花就是荷花 象徵什麼呢 出於你而不懶 可以幫你的財位呢 達到一個淨化的效果 那荷花呢也有一個吉祥的寓意呢 代表荷包滿滿 代表財庫豐收的象徵 那第三個呢如果你的流水盆呢 還有什麼元素呢 要有打燈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照亮這個財路的光明 所以呢你可以在上面呢裝一張LED燈 或是流水盆裡面呢放一個LED燈 代表說呢我們的財位要亮 要動 要有鋸 代表什麼 鋸寶盆的象徵 把所有的錢呢 所有的水呢 都把它匯入在這個鋸寶盆裡面 在2022年開始了 還有2023年呢 剛好走的是水局 所以家裡的財位呢 要有水的元素 會幫助你呢引財入股 什麼樣的風水畫會比較好呢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目的是要開運招財 那我剛剛講的畫風呢 一定要非常的清晰明瞭齁 第一個呢 符合開運畫作呢 一定要五行俱全 什麼叫五行呢 就是木、火、土、金、水的能量 都要在這個畫裡面 好 第五個呢 當然大家最愛的齁 就是水的能量 水是什麼呢 聚財水源喔 你要活絡你家宅的財運 我們常講喔 背山面水 就是呢 背山就是有靠山 是 然後面水呢 看到財源喔 所以如果你的畫裡面呢 有一個房子 然後看到一個水呢 或許你家裡的風水不好 但是畫裡面的風水很好 那也可以補足你家裡的小洋宅 讓你呢 就是看到的所到之處呢 都有源源不絕的賺錢的機會 那這個水呢 剛好在湖泊在中間喔 你家的門前 有什麼呢 水聚天心 有財庫 喔 所以呢 出外有貴人 然後呢 外出了 外出的時候呢 又有貴人幫助你賺錢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開運的畫作呢 這樣的示範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今天呢還是要教大家呢 就是呢 要讓自己呢 順風順水呢 得到好健康 得到好運氣的小秘法喔 喔 我們來看一下呢 其實我們講 洋宅風水呢 講的是什麼 長風聚氣 嗯 對不對 風水嘛 那如果我們人體呢 也有五大 地水火風 所以呢 我們不管在世界上也好 人體也好 我們70%跟水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是 水又為財 水呢 也是可以顧健康 那我們講要喝出好運氣呢 其實呢 跟大家那個整理呢 房間其實有很多開運的一些 讓你可以裝水的容器 第一個呢 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常常會攜帶有這一瓶 這一瓶的話呢 它滿有特色的就是 這一個玻璃瓶呢 它上面呢 全部纏繞了什麼呢 黃柴神的星咒 那瓶子下面呢 還有一個黃水晶 是 對 因為其實水呢 本身有記憶的功能 其實那個日本的一個博士啊 有測驗過嘛 水是可以記憶的 所以呢 你裡面裝這個黃水晶啊 外面呢 用這個黃柴神咒呢 代表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呢 把這個柴神能量的這個技液呢 把它裝在這個水裡面 當你每在喝一口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補足你身上的能量之外 也可以補足好的柴庫 好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其實綠色確實它也是招財 真的假的 我亂講的 真的真的 黃色呢 是財富的能量 但是黃色是屬於財庫 屬土 聚財的能量 那綠色的話呢 它跟事業 跟正財 跟健康 跟一切的根基有關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想要 讓你的健康啊 還有財運 正財都很好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個 比較綠色 帶點金色的杯子 好 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杯子裡面呢 你剛剛這個是財庫的奏嘛 對不對 但是這綁克杯裡面呢 它有玄機的喔 你打開之後呢 裡面呢 會有一個柴神的種子 種子字在杯口 哇 那是什麼 有看到嗎 在這個裡面嗎 對 它有一個 財神的種子字 代表什麼呢 每喝一口的時候呢 什麼 引財入庫 那如果你想要祈求健康的話呢 其實呢你看喔 打開之後呢 裡面放的是 藥師佛的種子字 喔 對 代表呢 每喝一口選呢 呵護你的平安 因為它這是蓮花的圖騰喔 然後這是一個財寶的圖騰 好 那其實呢 這個杯蓋呢也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這個馬克杯啊 如果是開放式呢 很多東西會有灰塵 對 那你用這個杯蓋呢 這個杯蓋上面呢 有個鹿頭 有沒有 鹿呢代表進鹿 財鹿的意思 喔 所以我們今天喝進去的 都是健康的 我們喝進去的都是有能量的 的 有